大家好,在上次视频中,我们使用图形化的编程方式,使下了Hello Word的程序。 今天我们使用Adeno C语言的方式,编写Hello Word的程序,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我们在初始化函数中,首先初始化我们的串口,使用begin这个成员函数。 串口的波特律设置为9600,接下来我们调用println这个方法,来实现我们的自图串输出。 自图串参数的地方我们填入Color Word。 好,我们的程序写完之后,我们点击这里的箭头对我们所写的程序进行编译下载。 如果我们写的程序存在语法错误的话,会在下面的窗口中,也就是这个黑色区域进行提示。 如果编译没有问题的话,紧接着就是对程序进行上传。 那么如果上传成功之后,在这个地方会显示上传成功。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了。 运行程序的方法是在工具菜单下,有一个串口监视器选项。 点击这个串口监视器。 我们看一下在串口中现在已经输出了Hello World的这句话。 那么说明我们的程序已经在开发版中正常的运行了。 这个就是Arduino C语言版本的Hello World的程序。 感谢大家的关注。